詞曲 李宗盛 以為邪正奔戒下 我肯常患 無形斑斑 灰灰天亡 覆蓋人間 熱場冷面 我心白冷 為了公里 敬惡之間 法律共情義 相悔已行 我誓要將 願望退伴 記住這爆黑派 你到底對你娘做過甚麼? 爹, 我… 你既然認不出他 為甚麼不帶他回來? 他為甚麼突然會死? 為甚麼這麼巧的事發生? 為甚麼這麼巧的事發生? 為甚麼? 為甚麼? 是, 我的確見過娘 你認了嗎?見過她的事嗎? 你一定是見到她的時候 白白激死她的 這爆朱會… 爹 即使我如何不孝 也不會做出大意不道的事 娘真是, 她甘心自盡 甚麼?自盡?她自盡? 你娘, 兩親人明白到自己身上 亦都明白到官場之中的忠明 因為她不想我跟著她 白癮被人揭穿了她的身體 這樣會影響我的命 你倆不想我見你 而且她還說 只要能見到我一面 就算死亦都這麼深 卑鄙, 我的感覺是千真萬確的 不會… 她等了這麼多年 等到她兒子現在出人頭兵 兩舉座 你為甚麼會死? 六下, 你為甚麼不在敏州見你娘 要遇到山長水燕的村東 為甚麼? 你為甚麼要隱瞞我? 你一定是驚人知道 你是兩舉狀元 不肯去記者認你的娘 是嗎?所以你做了虧心事 是嗎?是嗎? 所以我去找一處窮鄉碧洋的地方 跟她見面 所以不把真相相逢 也是娘的意思 娘, 不想你對我有甚麼誤會 所以她臨見我之時 已經早傳死至 你娘死了, 死無對證 這是你的一面之詞 爹, 我要當天發誓 我從來都沒有對娘做過任何不敬之事 這麼多年, 爹你養我, 欲我 我雖然抱性心強 但我的確一心求上 絕無嬌經緣人 爹, 難道我真的像一個絕無血性的人嗎? 娘給我每一封信 每一字, 每一類 每當我看過 我又何嘗那麼難過 但當年, 爹你怎麼鼓勵我 你以後要發奮到她 將來出人頭地 以報到娘親一片苦心 爹, 你以為你所說的話 我也沒有掛在心裡 這麼多年 我有何時辜負過 爹你對我的期望 爹, 你所說的話 是不是賺你呢? 爹, 我已經在靈隱寺 安復了娘親一靈懷 我要當著你不像老闆 從來都沒有做過半點不敬之事 如果有的話, 我… 爹, 我只是信你 你只是信你 你起來, 你只是信你 爹, 你對總體大力休息 不記得一早 我就和你遇到娘親靈前上個住行 好… 爹, 那邊就是靈隱寺 爹, 甚麼事 我今天才發現 原來你多了很多白糖飯 是, 人老了當然會這樣 爹, 你是我一生人之中 最敬重的一個人 你雖然不是我爹 但是, 你的關切之情 和養育之恩 是以後永遠都不會忘記 玉客, 我修養你 除了同情你娘之外 其實我也想有一個兒子 老來有一個義靠 只要你心裡有爹 爹已經覺得很安慰 爹, 我今天之所以這麼豐富 完全是因為你 你天資過仁, 又勤力向上 這些是你自己爭取的 爹, 如果有一天 我在街頭被人推罵 你會不會看我難過? 怎麼會呢?玉客 如果你圍觀清廉 又對得起天氣良身 又怎麼會受人推罵呢? 我是說如果 如果有一天 你會不會難過? 那我當然會看你難過了 爹, 你坐下來休息一下 很快就到了 爹, 你坐下來休息一下 爹, 你坐下來休息一下 很快就到了 快去吧 快去吧 爹… 旋家 爹… 爹,我爹不想下河 爹,爹 早點發生什麼事? 就是今早的事情 我家少爺陪老爺去寧寧寺上香 怎料老爺過河的時候 失足跌下水,就這樣去了 是,莊爺爺,你也不要太難過 節哀順便 兩位等我活到房 不知道是不是金花劍有什麼新進展 包庭,用我過父相談 不是,我們不是為了這件事 不過又是剛好,是今早的事 我們在城南小巷 發現了一具像是穴劫身亡的屍體 他潛材盡失 我們一時之間都別認不出其身分 但有人見過他昨晚在府上出入 所以我們… 是…我們昨晚的確是接待那個客人 不過剛才不是他 那他什麼姓名?什麼人事? 這層我又不清楚 我仍然記得他是姓郭 聽他說好像是大貨之旅 我想他是行商 看死者的衣飾 真的好像是一個商法 可能真的是他 那他跟你老爺說了什麼話 這件事我也不知道 不過他是很面善下的人 好像來了幾次 你們都知道 我們老爺是朋友都 他還有一個護士郎 連鐘在這裡出入的人真的不少 我都不是個個都認得了 莊元爺 兩位是否想問我認不認識死者 正如我下人所說 我們是一個護士,跟人交流守護 而且樂善無事 不時就要有人登門求助 或者是罪人 我實在知之不詳 而且昨天那個人我也沒見過 如果你有需要 就叫我下人去迎刑 莊元爺,你剛中逢加辯 這件案子麻煩你實在了 不要緊,我們身受朝廷恐慕 只不能恩師亡告 阿德,你就陪他們走一趟 兩位,不送了 莊元爺,你客氣了 大臉之日,我們開封府中兄弟 一定要前來上鄉拜祭 現在公務在身,就此告辭 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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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萬行 萬收 萬行 萬人 萬人 萬紙 萬人 萬物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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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德已留, 帝奉姓朝, 沐浴青凡 如今德無國恩, 拜為學士 正當報仰致死, 臣夫卻居然而逝 臣不能忠仰生父, 愧為人知 姓朝以孝治天下 臣不能忠仰作下, 愧為人臣 臣願請慈姑, 還於故鄉 看生父守候, 望皇上吻臣如誠 臣一拜謝恩 張慶賀, 你十載何章, 所謂何時? 後來這個, 以報王恩來飽讀聖言之書 有所謂何時? 效力於國, 以報王恩 你拜別父親, 離家多年 華山何禮, 所謂何時? 效力於國, 以報王恩 你父親要你責民修武 苦苦栽培, 有所謂何時? 叫我楊明星, 顯父母 效力於國, 以報王恩 好, 那朕問你 你如今辭去官職, 會鄉首領 雖傳孝節 但如何楊明星, 顯父母 報答我宋室 神慚愧, 神知罪 張慶賀, 你孝兒可家 又何慚愧之有, 又何罪之有 你赤起來? 方相 你還不平身? 謝皇上 報慶賀, 聞說張慶家 曾在開宮府中唐審 助理一臂之力, 事也不是 會皇上 張學士的確曾協助微臣判案 而且精明概念 對微臣相作甚多 張慶賀, 朕曾經任命你為秦案史 代秋際之後赴任 朕曾, 如今朕再次你襲刀一句 他日循守之事 無論是貪官或是令臣 皆可施現斬後袖 謝皇上聾恩 臣啟皇上, 張學士深存孝義 皇上得此言臣, 臣是大宋之福 然而微臣斗膽, 求皇上體恤其情 允許先行回鄉祭祖守孝 直至秋後離席 豹慶家所言甚事 那你就先行回鄉守孝 朕也追封你父親為安息侯 恭告天下, 代你依錦名貴滅 皇恩報道, 你能不快快邪恩? 是 十歲萬死不能報答成人 萬歲萬歲萬萬歲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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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甚麼? 兒子是高中, 爹就馬上死了 真去報報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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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天使 他不是我要找那個恩公 偷嘴 張國師 至愛上便 多謝大人關心 大人, 請就座 開封府眾兄弟的老乘 下官真是不知如何而遺症 張學時何出此言 如今開封府功募繁忙 禮數不周折全, 還請見諒 大人這麼說 真是折射下官 有客人到 要是當你說的好人 這麼做死, 真是無聊 你以後我兒子 我還未死回生 只一二三, 我未死不過 你這麼做死, 真是無聊 老伯,你就是張恩公的公子嗎? 果然一表人在,你真是責任 張恩公在九絕之下,你死無恨 老伯,你不用太相信 你也不肯用茶 陳大人到 八弟兄,陳大人,請 陳大人,請 啊五、四、三、四、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到你了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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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狀元爺 老伯,不用見愛,請坐 謝謝… 你是家父的好友,也是我長輩 老伯又何必多禮呢 不敢當,凌尊就是我的大恩人 我又怎敢以長輩自居呢 莊元爺,你叫我老國就行了 剛才人多,待慢了郭老先生 希望你不要見怪 不說話… 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官老爺 我失禮了就行了 郭老先生 有一事,晚生實在難於啟齒 有甚麼事,你不一直說 是這樣的 家父自從鑽官做了護士郎之後 對於從前邁若行這一事 絕口未向人提及 你知道了 官場中人多眾出身 真是小人該死 小人真的不知道 對了,我剛才說錯了甚麼 對了…我那幅祭帳會不會有問題 郭老先生,不用擔心 這件事我大可厭付 只是… 這層你放心 這件事我未曾跟人說過 以後也不會再看 連家人都沒有 沒有,我雖然組織變良 但是一直加住河南 在城中每個雙熟的人 都沒有多少個 所以我這次都是單身一人 回來祭祖 沒辦法 兒子做生意又沒空 心好又抽酸 郭老先生三代同堂 福氣真的不少 不知道郭老先生何時回去 不如讓我送你 不用勞煩狀兒 爺爺,我祭祭祖之後 多前幾天就走了 是呀,關於家父從前種種的事 晚上當時年紀尚小 知道的又不夠 不知道郭老先生 能否蓋雪一下 好讓我易作追思 不如這樣吧 明天就在十里亭相見 到時候我們再穿長頭 不知道郭老先生方不方便 方便…到時候我知謊不言 是呀,還有一事 官場中人多眾出身 紀委不少 閒言又多 我們相見一事 這層你放心 我出身低下 實在不敢高攀 難得狀元爺 你不嫌棄我這個老頭子 我又怎麼會把這件事 炫耀招搖呢 狀元爺,你放心 郭老先生果然是一個 真正明白事理的人 國學長… 郭老先生,慢走 周二爺,再見 那我不太熟了 郭先生,慢走 張學士,好一點吧 謝謝大人關心 學生還支持得住 懂得財鬧的老人家 哭得另磚另磚 上次是另磚生前自家好人 自有實在說不上 不過家父當年 曾醫治好他的兒子 所以他視家父為大恩人 原來安息侯在圍觀之前 還曾行醫濟誓 結合如此善因 大人見笑 家父從未完戶 只是略通醫理 阿姨,其實他兒子當年 並不是甚麼大病 只是感染風寒 只可惜遇上無良大夫 為了多賺陳金 會以將病情掛大,諸多衰數 行得家父早傳藥方 方才弱道病除 夾後他視家父為再生之德 一直元旗至今 真是性情中人 如來如此 只用衣為禍,除患者尋惡 這何嘗不是大恩大德 大人見笑 大人 大人有分不著 我們也跟大人一樣分不著 所以才逆起 你們與人有何是煩惱呢 我想我們煩惱的 是跟大人的一樣 只有八個字 苗手回春,再生之恩 看來大家都沒有忘記 但是金花之子的養父 原來是個落宗 然而張學士當時 已經解釋得很詳盡 但是狀元爺 在那個老人家出現寧堂的時候 臉色非常張悶 今天寧堂之上 才是自製的像達官貴人 但出現一個衣服平凡 哭到寧堂的老人家 坐牆之人個個都感到錯亂 又何止張學士一人呢 大人說得非常對 但是卑姐也沒有忘記 方標所說 金花之子就是金科的狀元 而金科狀元連中兩舉 文武兼備 金花死後曾被祭之周禮 此乃是文人所謂 床師之處被大石所封 山路被人所謂 此乃是武人所謂 彼此正是文武兼備之人 大人亦相信 凡此種種都跟張玉行有關呢? 本府實在不敢相信 只不願相信 看來你們也同樣不願相信 所以今夜 你我不讓而逃難入水 公孫先生, 你可知道 金科一案至今 有多少人所謂 金花是方標的妻子 倘若此案果真與張玉行有關 於你慘死的安息侯 你前一天到訪藏元府 然後隨即是街上租劫而死的行商 又是兩條人命 是, 金花之子是託父給個賣藥行商 而行商之間為了在外面有照應 多數都有來往 而據方標所言 一直替金花大順的江生 也是一名行商 這些一切都可以推斷 此案跟張玉行都有關係 不過這也是你我意識之意 張玉行的身世在戶籍上已有載命 願籍河南母親無事 就在五歲時過世 如果金花之子的養父 本來有子, 叫做玉行 後來腰節, 卻沒有除去護名 其後收養了金花之子柏兒 也叫做玉行當其幾出 那戶籍之上當在無披留 緣好無誤 公孫先生說得到 要查明張玉行的身世 主要人證物證而斷 展玉行, 明天一早 你立即去尋訪難明 哭到靈堂的老人間 把他帶回府中 本府又說問他 是, 大人 張玉行他 如今朝廷正當用人之仔 本府實不敢 也不願懷疑是他 但此案涉及多條人命 本府亦不得不揭進心力 搶個水落石牆 這位大臣, 我想借問一聲 這裡是不是住了一位六十多歲的內甲 你問郭老爺 他已經不在這裡住很久了 他搬到河南 不過每年都回來祭祖一次 這麼說, 他這次不是回來祭祖 是的 剛才我一直叫門也沒人回應 不知道他是不是離開了這裡 我也不知道 姓廣醫毒人已經搬來京師很久了 所以進去只是跟人打招呼 也很少跟人交往 那麻煩你 太好了 他已經不是回去 會不會 他沒有屁股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言爺, 你來了嗎? 近來我經常唸經 無非只是想超過真功的惡励 這些都是小人一班的心靈 來…趕快坐下來, 大家一起歸 走 郭老先生,你一個好友 雖然你說過 對我爹的出身絕口不提 但是你知道他太多意,對不起 大人,我已經查過京城所有的長生巔 終於查到那個老人家的下落 我認識他去祖故的時候 他已經不在了 祖居? 是的 他不是住在京城的 只是幾年才回來一次 你說他已不在 可是離開了開封? 看情形應該還沒離開 因為他家中的物件還沒執拾好 他這次回來是為了祭祖 我去過他的祖墳 看不到有鄉竹,應該還沒敗祭 照你這麼說,難道他已經… 展虎為太節虎前往那老人家的總據 說若他還沒遭遇到不測 他必定會回去 是 大人對他仲存有一線生計 以學生之見,只怕他已經… 大人是怕這件事跟狀元王有關 大人對狀元王真是關懷 本府只是替他軟食 大人是關懷,是關懷 展虎,反前金輝一案 含有兩點線索 一是和春堂 大人,關於和春堂的資料 郭州縣正在調查 對村東一帶的和春堂 尤其是特別注意 是 大人,另一條線索 就是那個死得不明不白的行商 照五座言道那行商身上 有一股麻辣味道 此次村東一帶,調味之肉 難道他就是 來往村東一帶的行商? 大人,此案牽涉的人物和地點 實在重多 此案的關鍵人物既然是行商 自然會有行走於五湖四海 村東是金髮喪命之處 亦是安息後有戶史浪時的住地 當然亦是張玉行生長的地方 豈知是敏州 金髮曾在敏州為昌 那行商極可能是行走於 村東與敏州之間 大人,既然這樣 我就去那一帶調查 大人,有勞子無畏 我以為無尚貴有甚麼能人 原來只是一個女流之輩 好,就去看看我這個女流之輩的本領 就去那邊走 走 快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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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你真是來得合適 給我捉住他們 是 女俠要命, 女俠 這些五石散是我們無相館精煉而成 容易提煉元神 盜人有極樂之忌 解人於魔藏之中 怎麼可以讓你們等閒照顧偷取販賣 以途私利, 為禍作業 以破壞我們無相館的清餘 你猜你們想我這個女流之輩 怎麼懲罰你們最好呢? 女俠要命… 我看你們這些江湖敗類都難成大話 因此本教教主向來都紮心人口 好了, 姑且就放你們一條生路 謝謝女俠… 你們別這麼開心 我也忘了告訴你們 剛才你們已經種了本姑娘的… 放我們… 怎麼樣? 你們不是想試一試 我們無相館的靈丹妙藥嗎? 三天之內, 你們就會全身賣養藍藥 這就是送給你們的小小隔 還不替我滾下山? 不然真的想在這裡 占我無相館清修之地 好, 走 走 我來不替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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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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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內之氣會神以用 神氣凝聚,你自然就會 不知遠田何時才有異火修圍 其實我距離自霸之境 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我看你,我看你 二哥,我覺得自從我們上個月初 從巫山主壇來到這裡練功 我就發覺,二父你好像變了很多 你一時不是眉頭緊鎖 就好像心裡有很多解不開的結 是這樣的 怎麼樣? 你知不知道 為甚麼我修你為兒女? 因為遠田至少姑父伶丁 二父覺得我很可憐,想收留我 但可惜我們這個毛派 向來都不修女徒弟 所以二父索性修遠田為江女兒 這當然是原因,但還有其他理由 還有?甚麼理由? 阿田,你知不知道 每當我見別人享受天倫之羅 有兒女成歡失敗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所遺憾 二父,我們道教傳至今日 雖然已分了各國留派,各有所尊 但是其中的義理 還以老莊為本,老莊之道 守重自然 正所謂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動,道法自然 人論之親也是自然 不過二父,你想有人承歡失敗 但是這件事又跟你修煉 有甚麼關係呢? 如子可教有 我有你這樣為兒女,也算無幸 你全 rip一枚,你快出來 日落,快點去 一起去兒子 把是衙方、家裡的 既然說有了 要我實在的 你看到你住在無償灌 真的沒那麼快 所以一出來就這麼高興 各位,夫,以後也能這麼有啞氣 這種啞氣不會有事 其實我今天出來逛逛 是因為我知道 或是有機會碰上機遇 難怪了 二父,你今天占卜到甚麼卦? 是不是這麼卦? 匪我求蒙同,乃蒙同求我? 是 輸了錢,拿個爛爺來幫忙? 不是幫忙,大爺 我不是真是水火不針的平安符 是寶物來的,你相信我,大爺 誰相信你? 就算狀獄夫人輸了,到你… 你可否相信我的地方? 甚麼都可以,我想永遠記住你 不能給我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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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得搖仁,除且搖仁 臭婆娘做駕娘 走 謝謝恩公相救…我了 跟我走 走 阿恩公、女俠兩位 為甚麼帶我來這麼天敵的地方 不知道有甚麼吩咐 這道符是怎麼來的? 這位道長識貨 這道符不簡單 是我的狀元堂自小大大的 若然道長你喜歡的話 一口價… 你這麼快就忘記誰救你嗎? 我記得… 狀元府在哪裡? 這道狀元叫甚麼名字? 她的娘是否還在建狀? 你問來幹甚麼? 叫你答就答,小囉嗦 大姑娘,我說… 我家主人就是當今文武藏元 張玉咸、張大人 家住東大路皆尾 娘親祖已經過世了 老爺祖牌也去了 他有爹 我見過沒有爹 那你們藏元多大年紀 三十江出頭 大姑娘,甚麼事? 叫他走 道符呢… 如果道長是喜歡的話就拿去吧 不過千萬不要來找我家少爺麻煩 更不要說是我給你 因為少爺本來就燒了他 如果讓他知道我撿了他,那就… 我們自有主張,還快點走 快點走 快點走 義父,到底發生甚麼事? 這道符本來就是 那符是義父你的? 我剛才不止一說 這個文武藏元就是我的兒子 難怪我一天驚醒 就覺得身水不涼 雖然我伯了幾次過 但是我估不到掛中置疑 因為我跟那個女人的事 一早已經忘了一干二整 那家姑,我自己竟然有兒子 你兒子只是俯瞞 那你為我拒絕 一早你充滿了我 我為你竟然有兒子 我為你更好的貓 我為你給你充滿了你 你為你充滿了你 把你充滿了你 我為你充滿了你 義父, 為甚麼你難過呢? 你不是說過想有個兒子乘寬室下 那你現在不會找到 你應該開心才對的 我的兒子現在正遭遇見了 曾姑娘, 數字神道聖教乃道家喬楚 道長向龍德高望重 未知書尊降貴, 家臨寒舍有何指教 因為知道狀元的新劫力戒 憂鬱難切, 因此特意是替你化教 家父剛剛去世, 鬱結在所難民 道長所言, 行得皇上特許 我回鄉復喪 到時進過面後, 鬱結自可消除 道長關愛之情, 萬生心靈 既然父非父, 母非母 何麗盡孝可言 還願意個鬱結, 不在盡不盡孝 而在做不足言 道長所言, 實在令萬生大惑不解 惑於不華, 在乎本身 你既然明知, 又何必顧問呢 道長言詞古怪, 實在叫人難以喘叉 請算萬生無悔, 還請道長明示 你實在是個很聰明的人 但這些是你生命之福 但你要知道 福是禍所福, 禍是福所以 你既然想陳金文帝 好, 我就告訴你 你的筋在武體之中, 命運已定 你猶疾孤辭 就盡顛陪流離之苦 你出身卑劫, 行得所養 你走遍五門四海 酷聞雜武, 養父乃是郎中 殺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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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死 要人扮 逐流染污 理性中缓慢 权衣为邪精 崩溉下 我肯尝患 无形八弯 灰灰天望 覆蓋人间 一场冷面 我想白冷